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3页它是我们从手臂的侧面去看我们手臂的肌肉 那我们熟悉的就是这个三角肌肉 我们从头上开始 从侧面来讲就分成内侧跟外侧 我们从头上开始就分成内侧跟外侧 所以你看这个三角肌它不是有尖尖的肌肉 这种状态的状态是在这里的状态 从这里把状态分作前后的状态 后面中间 状态的状态是在这里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是在这里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是在这里的状态 所以我们侧面的肌肉有一条叫拱鸡 这种肌肉的状态是在这里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是在这里的状态 然后它的前侧就是肱额头 接触坐 par extremis 肱额头 后侧是肱额头 一个二头和三头 这是肱额头 带50个小时 腱额头 碗頭,然後它有short跟long 那你大概知道它分這兩個 那後面就是攻三頭 三頭肌 它要分這個 這張圖你記得就是攻擊是在中間 然後那個二頭在前面,在內側 三頭在外側 所以你翻開一百八十九頁 我們要看一下手背的肌肉延伸下來 就是有哪些肌肉,內側外側有哪些肌肉 這樣人家有麻油的,那些肌肉的肌肉有了 那些肌肉的肌肉有了,肌肉的肌肉 那些肌肉的肌肉有了,肌肉的肌肉 那些肌肉的肌肉有了 所以你看這個 內側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這個 攻二頭的長頭跟短脂 那些肌肉 因為是在中間肌肉的肌肉 對,那些肌肉的肌肉 對,那些肌肉是肌肉 那些肌肉的肌肉 那些肌肉的肌肉 我們這樣 左臂這樣有嗎 這這裡的肌肉是肌肉 我使用肌肉的肌肉 要用肌肉的肌肉 這裡面是肌肉的肌肉 裡面這一條是肌肉 外面就是肠頭 在肩膀和肩膀的腫瘦 在腫瘦的腫瘦的腫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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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頭 短頭有沒有 短頭是不是 從肺突下來 從肺攻擊有沒有 這兩條是從肺突下來 你記得嗎 當然地 腫瘦 腫瘦的腫瘦 我們有肩膀 腫瘦 腩的腫瘦 腫瘦 nest 腋瘦 胃 rhetoric 腫瘦 長頭是從這裏,封骨頭這裏下來 短頭是從會塗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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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從封骨頭這裏下來 一個是從會塗下來 這裏有一個凹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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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長頭從這裏下 這裏是從會塗下來的 所以這個內側你居然弄二頭嗎? 這裏有一個凹槽嗎? 然後側面是攻擊 在哪裏有一個凹槽嗎? 這裏有一個凹槽的肌肉 在哪裏有一個凹槽的肌肉 後側是三頭 這裏有一個凹槽的肌肉 這裏有一個凹槽的肌肉 我們再翻開191頁 就是在哪裏有一個凹槽的肌肉 之後他有一個凹槽 後側有一個凹槽 右上方和右上方 有看到這三條嗎? 這個通縮嗎? 等一下,Tricep 外側頭跟內側頭 外側跟內側 它是附著在 這個 這個宮骨上面 從這裡上來 內側 從後面這裡下 這裡有一條長頭 長頭是從哪裏 長頭是從肩胛骨 從肩胛骨這裏下 長頭是長頭 長頭是長頭 啊 確實在在上面 那天出來 童兩次 青菜 最後還是凹噪骨 整頭是長頭 所以你大概要记得他们的位置还有样子 所以你就记得这个是额头 然后191,191有没有看到这是 小圆鸡跟大圆鸡 嗯大大的小圆鸡 小圆鸡跟大圆鸡 我看到这就是小圆鸡 小圆鸡跟大圆鸡 例如Teres市壳碧被擀掉relere. 最生意的仇山家在和从香港nt到最温暖的活 他们对我馋温暖业通风 tells but he's not organization. desarroll育成维成维生还有動物的nahmen想及 团长。 因为你要把密集有9个手席 regardez,我说这里不容易合了就连累了 老老人同胞,你怎么做? 是不是? 嗯,那是这多样子 对吗? 嗯 小元机啊? 专业,就是矿支握手工的大问题 大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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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机是这样 大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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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腰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条基数胶贱 所以我们那一天有说到 老板,这是我们肩胛骨内侧是不是 我们人是,比如说我们的手臂在两侧是吧 所以比如说我们抬东西,这里收缩跟这里,它是相对放松的? 因为我们有前后的吗? 我们有前后的吗? 前后的是不是? 而什么,没明白来这样的钱,就在6 favored三十仹 Luce there is some technically 到底什么 tro roots problem 可以去做什么吗? 对不行吧,只是准处nity water,不是つiquity水平 我说我们會把东西拿出 gibt Says,我们可以把东西拿出只有密着爬入? 要拿东西是吧 这样的话,我要讲的 说是如果来电话 你会贴助身体吗?因为这样比较省力啊 但是这些要讲的,说是如果来怕天洁要天外 那就是利害了 还是你拿东西会这样吗? 这样的话,就是几个吗 这是在处罚,好不好? 就是处罚 老师处罚你 是我要拿这样子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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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光这样处罚,小时候我们被罚过 对吧 那说,我们手不用拿东西,这样就很酸 那说,我们年轻民就要处罚了 对吧 我们以前当兵,我当过兵 我们台湾人,男士要当鸟 对吧 我说,在台湾人,不知人家人,就六年了,要忙什么 那他处罚我们怎么处罚呢? 我说,第一个人,要处罚你 我说,第一个人,要处罚你 我们不是有那个钢盔吗? 有没有? 那个当兵要那个钢盔吗? 我说,你处罚了,处罚了 处罚了,处罚了,处罚了 处罚了,处罚了,处罚了 那我说,免得人,得跟着人家,处罚了 那我们就拿这个枪了 我说,免得人,都十几年要停车 拿这个枪 拿这个枪 然后,前面吊,处罚了 对,这只要是一个钢盔 哪里有什么东西呢? 前面吊,处罚了 在这边,要处罚了 然后,处罚了处罚,处罚了处罚了 所以,处罚了处罚了 没有,我说,这个 就想到,这个就是很费力 对,我们的处罚了处罚了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说,我们使用力,使用力的习惯 我说,南京处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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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里,得到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鸡肉的样子 所以我们要现在了解鸡肉内侧跟外侧的对称 我说鸡肉骨头最集中的 大概是在这里 你看这里有大元鸡有没有 背过鸡 肱二头的短头 还有肱二头的肠 还有肱二头的肠 所以大部分就是说如果你像这个是一般人没有这样研究 好像我们是研究很多所以一二十年以后才 哦原来是这样才弄懂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胸大鸡的里面的上面这个地方它会变得非常紧 那这里的紧绷它的相对性是在外侧 所以它刚好你看这里 它刚好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医朽医院 刚好这个地方在这个三角肌尾巴这里 哦 大当地我说 Doltral muscle Doltral muscle 肌尾巴 Doltral muscle 这就是三脚鸡跟鸿鸡交接的地方,大概是3阵子吗? 这就是3阵子跟鸿鸡交接的地方,大概是3阵子吗? 它这里的拉力跟这里的拉力相对称吗? 当然,鸿骨头上面也有相对称的拉力 这就是鸿鸡交接的拉力,但是因为鸿鸡它是活动的 这就是鸿鸡交接的地方。所以有些肌肉的收线 它会附着在鸿骨头的上面形成内外对称的拉力 其实imizi鸿鸡交接的部门鸡交接的部门鸡交接的部门鸡交接, 它在内部部门鸡交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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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鸡交接能够 这就是它的阵子的部门鸡交接是需要的。 所以它会影响肩关节的情况 所以当我们大部分这些肌肉稍微放松以后 我们可以来看胸大肌内侧的上面这个地方 靠近公骨的这些 往公骨方向这个地方 这里会有很多条机械在这里拉到的 osob,我们圣子利识去 非常小者能说 部位是玉可以重要的 所以只要你把这一放松,然后再对称性的放松三脚肌跟拱肌交接的地方,这两个平衡放松,它就会往上松到肩关节,往下收到左关节 所以我现在没法叫谁子,但是我没有事,我主要权力的改形和肩关节,但是我没有人就把这一放松了 这个就是这里的综络论,我们在这种东西的肩关节就是核心,我们在这种东西的肩关节,可以加仿装反抗学 这个里论也是你们这也算第二次讲 第一次讲是在今年的粉料 first 会让他们唯一词 这是 것을提供它的粉料 把马倒来 因为他常常帮人家做,所以说一会很小 因为他比较长把人家看 所以这个肩膀,如果我们使用多了就会比较紧 那你看,我就直接去找到这个地方 他的胸大鸡等 那你可以先放松旁边的一些肌肉 但是我现在是可以做的 第一,你用个小这么多人就很好的东西 但是你要往功夫的方向? 因为他这个,就是靠近肌肉的起点 所以他这个都是,他都是一些肌腱的交接 然后这个做一做以后来看侧面 他会比较长的肌肉 他会比较长的肌肉 的肌肉 他会比较长 他的肌肉 对于这个肌肉 但是他肌肉在这里 他会比较长的肌肉 他会比较长的肌肉 我说不过来的地板上 我说的刚开过去碰出去了 它打开了 因为它这个是机械说的很定的 地板上不开了 不然哪个的 我说单净 出了 出了一个不开了 马上动了 来看一下肩膀 去打打的 打起来 不然养住 是松奶里 开完了养住就是 开完了养住 这后面后厕比较放松 两边脚下 你看,我用了两分钟 这是研究二十年以后才发现 二十年以后才发现 所以,但是当然你们一定要了解所有的鸡肉 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所以,你才做第二次的鸡肉 第二次的鸡肉就比较松 胸弹就可以拉上去的 为什么?它两个相对性 所以第二次的鸡肉比第一次容易做 但是,你才发现鸡肉厂的鸡肉厂 所以,你才发现鸡肉厂的鸡肉厂 所以,你还用了鸡肉厂的鸡肉厂 所以,你也发现鸡肉厂的鸡肉厂 然后,我们把鸡肉厂的鸡肉厂一直被扭乱 王宰有什么东西 想象这个鸡腱有没有 这几条鸡腱的鸡腱 鸡腱不是鸡肉 鸡腱 鸡腱的开始把它护躲在骨头上 它就很紧厚厚的一层在上面 在弓腹上面 我说鸡腱有很多 鸡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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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慢慢这样推 把这一层慢慢松掉 你把鸡腱有很多 鸡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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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过来看 你把鸡腱有很多 你要一定要比较 三角肌 鸡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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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腱地 鸡腰有很多 鸡腱 鸡腱有很多 他就有很厚厚的筋 就是你们像你们吃那个筋 牛肉的筋 筋知道吗 很有弹性的 对对 我说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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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 我说你吃饭 我说你吃饭 我再看看 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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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吗 马 马 肩膀 肩膀 我说你吃饭 我说你吃饭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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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 公骨头的前侧跟后侧也比较容易做 但是我说 公骨头的前侧是不容易做 我说公骨头的前侧 我说公骨头的前侧 是不容易做 就比较好做 就比较好做 对 就比较好做 对 对 就是 我说公骨头的前侧 那边应该吃饭 那边应该吃饭 那边就没有了 你吃饭 我说公骨头的前侧 在后侧也有一点好 后侧也有点好 在搭乱 你吃饭 这是有点偷机取巧的方法 嗯 偷机取巧的方法 偷机取巧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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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机就是 用手移动 我说他在 drive up 服务后拍摄了 让我按照这种功能 我要在十四年 让我按照这种功能 放松 放松 速度很快 放松的速度非常快 放松的速度很快 把手移动 把手移动 放松的速度还很快 这里松下以后,下面的鹰嘴 就是下面这个三头鸡就很容易放松 当然,第一,我说植木和鱼巴鱼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跟心脏有关 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手肘,只有一个跟心脏有关 我们用最多的地盘拿起来,好优传不得了 然后,开始把这个石研儿放松 有点开放松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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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些我教过的器用要学说补下体验 当然我们刚刚这样做这里就跑出来很多话就跑出来 效果就很快 来看一下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手背的压力 手背的压力会卡在这个公骨头的内侧跟外侧这个地方 一个比较内侧比较高外侧比较低 这是一个相对的拉力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个松掉以后它会对整个胸腔还有手臂 因为手到进入到胸腔肩膀的肩膀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方向的身体跟手的平衡跟这里是有关的 所以这里的放松协调了手臂跟肩膀胸肌之间的平衡 所以他也对我们的身体觉得 好像这样的巡派比较通差 我没有做什么剩计,对吧? 我们的拥有力量的放松 代表这个地方的放松它也影响到身体的循环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比较多 我们的社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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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微介绍一下这agn någontingаo 的位置 然后才开始做刚刚我做的这个前后的关系 安员 可以 关系 那 我们尝试用购食 我们的 lived 我们好的人都熟悉了 第一集那天大家的联络了 我等一天让他去做 再继续什么 他们都在一起了 可以吗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好 开始先做操作 练习 再继续一些 他们下来就是要强一强 有没有 他就行